马来西亚彭亨州立背的慈离职工 人数是非常的少 水患过后繁忙的勘灾还有振灾活动 对志工来说是一大考验 该如何运用智慧来迎接变化球 我们继续认识这位志工陈希娇 叔叔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 我去拿椅子 把椅子 有椅子不够 电话铃声不断 协调与沟通的工作已经迎接不暇 还要亲自上阵执行 水灾发生在彭亨州立背后 陈希娇身为当地慈禧的组长 另外大小事务都关他的事 基本这公司太少了 只有真正能够投入的只有五六位而已 就是说看到宅民这样 然后我们的男士同情他们这样 尽可能去帮忙他们 给宅民的现金卡发放活动即将开始 名单统筹却一直还在变动中 第四三点点击哦 这个没有 二十三有地址 我们上班常常说 因为我把四臣汤用在生活上 所以常常就是用四臣汤 所以遇到什么难题的话 我们就是三姐这样 要包容 要感恩这样 要感恩自己有机会付出 一转眼他换上了白裤 也调换了角色 无论手上工作有多繁杂 放下之后美肩不再紧锁 而是脸带笑容 以最诚恳的心双手递上 给宅民的祝福与慰问 大型活动其实看到很感动 早几天就是可以说是相当的幸福美满 真的是电话接一个打个不停 也接一个不停 但是今天看到今天这个场面 看到他们笑容 觉得而且都是值得 要哭了 从前线到幕后 习叫了付出 让当地人竖起大拇指 我很尊敬他 他很好的人 这个真正是帮我们的人 挣水不可以过 他跑路来帮我们 吃足给我们 睡着天宝他帮我们 我们没有人帮忙 我们在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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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不可能 在波兰里 我们在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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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无所求的心 促使环环相扣 成就灾民获得 关键的帮助 大爱新闻秋晚 静林延军 马来西亚报道